夏威夷州州长乔西格林8月15日表示 毛衣岛大火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101人 大多数遇难者都在毛衣岛西部的拉海纳地区 因通信不畅 目前尚不清楚有多少人失踪 当地政府指出 由于目前仅搜查了毛衣岛约三分之一的烧毁区域 未来十天死亡人数仍可能大幅上升 毛衣县官员当天表示 已经确认了四名死者身份 另一方面 美国总统拜登15日表示 他将尽快前往夏威夷毛衣岛视察灾情 此前他因对火灾保持沉默 遭到广泛批评 白宫详细解释了联邦政府正在采取的措施 称海岸警卫队 海军、陆军正在协助搜救和灭火工作 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和农业部已批准相关应急政策等 关于7月驻韩美军士兵特拉维斯金未经授权进入朝鲜仪式 朝中社8月16日发表中期调查结果 据朝中社报道 7月18日15时30分 特拉维斯金混进游客中参观板门店共同警备区时 到位于军事分界线上的朝美军部接触室和警务官休息室中间 故意侵入朝方境内 被执行中的朝鲜人民军军人拘束 经朝鲜相关机关的调查 特拉维斯金已认定自己非法入侵朝鲜境内的事实 在调查过程中 特拉维斯金坦白交代 自己对美军内部非人的虐待和种族歧视抱有反感 下决心倒戈头到朝鲜 当前 关于特拉维斯金的调查将继续进行 美国五角大楼发言人针对朝中社的报道回应称 我们无法核实这些说法 仍然关注他的安全返回 正通过所有现有渠道 为达成这个目标而努力 随着新学年的开始 通货膨胀已经开始影响学校用品的价格 从配饰、电子产品到服装 涵盖小学、初中和高中的家庭 今年在返校用品上的平均支出达到890.07美元 同时 书写工具和用品的价格 包括蜡笔、荧光笔、钢笔和铅笔 在2022年8月至2023年6月期间 平均上涨了18.5% 根据市场分析公司尼尔森智商提供给洛杉矶时报的数据 活跃家和文件家的成本平均上涨了48.5% 而纸张和表格的价格甚至上涨了80% 除了学习用品 家庭还发现汽油等商品的价格上涨 也在蚕食着教育开支 超过90%的教师将自己的钱用于购买学校用品和教室的其他物品 最近一项由MyE Learning World进行的调查发现 在2022到2023学年 教师们在教学用品上的平均花费将超过820美元 教师和其他学校工作人员正在通过社交媒体 来提高人们对教室供应短缺的认识 根据加州房地产经纪人协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2023年第二季度加州住房负担能力创下新低 只有16%的人有能力购买价格在中位数的现有独户住宅 相比之下 2012年第一季度 能在加州购买中位价位独户住宅的购房者比例高达56% 最低收入需要20.8万美元才有能力购买中位价位的房屋 而中位价位的房屋价格约为83万美元 如果有资格申请按揭贷款 假定拿出20%的标准首付 并符合6.6%左右的利率条件 那么月供预计约为5200美元 在2023年第二季度 只有25%的加州人买得起condo或连排别墅 这就要求年收入超过16万美元 月供中位数为4000美元左右 与此同时 在美国其他地区 超过三分之一的美国人 有能力购买中等价位的房屋 他们需要年收入略高于10万美元 缓款额约为2500美元